吴宗憲的大女儿吴珊如 今日晚间在社群宣布平安诞下儿子的好消息 公开了母子、首张合照 而她气色看起来也非常好 露出甜甜的笑容 兴奋欢迎儿子的到来 吴珊如在文中开头写道 这日我们欢欢喜喜的诞下 梅森小初一充满感谢感动 也深刻的体会了奇迹与盼望 并感性提到 当见到在肚子里的小男孩躺在怀中时 儿子倒是相当客气 呼声轻柔撒娇 牵动我心 爱本来就很强大 种水不能熄灭 洪流也不能淹没 只是没想到 我们真的有这个权利和资格孕育出这份爱 接着吴珊如感叹 好荣幸 她在我胸口那一刻就瞬间安静了下来 周围还一团混乱忙碌的状况下 我小小声地跟她说 儿子快乐就好 我爱你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永远都是你自己的 而我永远会在你身边陪伴聆听你 贴文曝光立刻引来外界满满祝福 吴宗献回应 三立新闻网 记者表示 感动到快哭了 还好前面老二已经生了一个孙女儿 算是彩排过了一次 还特别强调 开心开心 你又比较期待是男抱抱还是女抱抱 自己比较期待 应该是女生 因为我们家都是 我们是三兄弟 所以一直想要有一个妹妹 可以分享一个几家当爸的事情吗 非常的兴奋 一开始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准备 当爸这些事情是蛮 就是进入人生另外一个方法 但最近很多身边朋友 其实也都有小孩 然后跟他们一起玩 然后互动 就越来越兴奋与期待 因为我觉得小孩真的是 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第一时间知道说有很感动要哭 是什么反应 是就有点有点惊讶 因为就是我们原本说顺行自然 但就真的非常的很突然 但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惊喜 你又比较期待是男抱抱还是女抱抱 自己比较期待 应该是女生 因为我们家都是 我们是三兄弟 所以一直想要有一个妹妹 但现在很希望可以是一个女生 那老婆她自己有 她自己有 她好像也希望是女生 她自己有 她先把她取一个女生 目前还没有 有在想 但我觉得最后要看到宝宝的脸 来让她去决定她名字叫什么 那老婆现在肚子会有一些动静吗 还是 目前还好 我们在去年有比较低调的 先登机结婚 其实蛮快速的 以这种顺利 然后我们也希望 最后会一个很浪漫的婚礼 对对对 四十一岁李燕日前因治疗身带长剪下车八点档一家团圆 同时也宣布想专心在自创品牌上暂时不会演戏 消失八点档近半年的她无预警在脸书认爱并发布结婚喜讯 李燕和前夫谢点凌曾有一段18个月的婚姻 离婚八年后终于找到对的人 她深夜晒出和48岁保养品和伙人陈茂蓉的合照 表示是的 她是我的爱人新店陈大哨 也是我曾说过 我喜欢有责任感有肩膀的那个男人 不只是认爱我还认定他了 而女神的另一半新店陈大哨陈茂蓉 也被其底是露营平台露营丰老板 根据一平新闻网报导 18年前陈茂蓉找上23岁的李燕当产品代言人 两人维持合作关系 一直到5年前合伙成立KOC Skin公司 受李燕遇事投入 不轻言放弃这点吸引 在一场李燕跟何如云的直播后 陈茂蓉心动了 但却一直到一年半后才告白 当时李燕要拍摄一家团圆 基于合伙人义务李燕传讯息给陈茂蓉告知两件事 一是将回归戏剧 公司的交给对方打理 二是我喜欢你 可是我们是股东怎么办 一席话让陈茂蓉立刻回电询问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李燕则表示受到陈茂蓉 很有责任感这点打动 目前两人婚礼未订 但已经决定7月到马尔蒂夫度蜜月 至于婚后是否拼生子 李燕先是脱口不会再生 之后又担心打脸改口透露 妈妈希望她可以生一个女儿 我也很希望很多四期的病友们不要放弃 因为我觉得我都可以走过来了 然后你们一定也可以 朱欣怡抗爱成功 累撒记者会 重建乳房公开泳装美照 爱在什么 亲亲 不要买这种 不要听到脸色 好了好了 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37岁朱欣怡前阵子抗爱成功 也发行了人生第一本散文作品 老公为私立除了献花祝福 惊喜VCR也热哭了朱欣怡 然后我也很希望很多四期的病友们不要放弃 因为我觉得我都可以走过来了 然后你们一定也可以 欣怡生病也让我流了不少眼泪 所以我今天算是有成功的复仇成功 从去年1月开始治疗乳癌 朱欣怡经历6次化疗 17小时右胸切除手术 12次标靶药物 8月进行乳房重建手术就完成治疗 但是期间的副作用让她一度想放弃 我就跟她说我不玩了 我说我要放弃了 结果她就刚好在外面应酬 她就说你等我 你不要动 你等我 你不要动 然后跑回来 然后就跟我小乙大义 慢慢的跟我讲了很久 你不要怕 你怎么样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所以我觉得 喧怡公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感情有越来越浓 她在看着我有 我5月的时候有会议症 医生就说半年在嘴中一次 当自己是个正常人 就去生活 就开心 我说那有没有不能吃什么 我说不要吃亏 其实我那时候 选择要做YouTube公开 生命那些也是因为 怕媒体私下拍到我光头照片 然后可能就下很狠的标啊 什么很狼狈的女性啊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很担心 算了还是自己讲出来 比较 冲击没那么大 你打到两三次的时候 你的意志会去打狂 很多乳癌患者打的那个药 会腹泻 可是我是便秘 而且我是严重便秘 严重到你打完药 那一个礼拜回来 每一次上厕所都是整缸血 所以你就会很害怕你坐在马桶上 因为你担心你只要一用力 就是整缸血 然后重点是便秘的时候又长气 真的很像那个肚子怀胎 十月九月那种大 但是你睡不着 因为你躺下去就鼓得跟一个山一样 然后我手指甲一直断一直断 脚全部都变黑了 然后手也是关节都变黑了 我吃到肉全部都是苦味 欸肉欸 我那天咬了一口就把它放在旁边 我就哭了起来 可是就是经过那几次化粮撑下来之后 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了 我那个时候的兴趣真的就只有买很多点的夹发 然后在家里 所以我老婆就会带假扮跟我玩 就是男扮女装啊 然后就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取悦我 然后现在就真的会有些拜托 但我觉得我也很敢了啦 毕竟就长得蛮貓名 其实还打薄的过来呢 你就是去度假也都很有自信穿泳妆 编辑那边拍很多很正的照片 自己觉得很正 从见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做过美好人生 不是我把这个事情讲得很云淡风轻 而是我希望我都可以过来 你们绝对也可以 然后 一定要正规治疗 不要走偏方 没有邀请 我再瘦一点一定会拍的 再瘦一点希望有人来邀请我 脱胎丸 老婆可能会觉得我 是不是不行 需要去做 那会更累 那会更累 小孩有小人吗 小太阳 希望她像太阳一样 会温暖家喻 马郭先生婚小16岁韩国女友 奶爸实习韦奶奶 蛤 是这样抱的吗 那个头 那个头 摇啊摇啊我的包 谢谢你来做我的包 乖乖喔 来回新店店 哎哟好吃香喔 52岁马郭先生今年4月 更交往一年半的韩籍女友闪婚 5月再宣布生隔当爸 目前老婆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你小孩有小女孩吗 小太阳 希望她像太阳一样 最温暖家喻 是算先有后婚吗 没有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奉旨成婚 我们从认识开始 然后我们沟通 或有共识说 我们一定要小孩 之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在 所谓的什么逼押 是干嘛 我都没有 我们就是很自然的 我弟他们都结婚了 我那时候也很紧张说 哇 我如果真的再不结 万一我子女突然哪天跟我说 他男朋友跟他求婚 说要结婚了 我会想说 那我不就完了吗 子女都要结婚了 我还没有下文 那么惨了 来了 我觉得那老天赐予 那我们就是要接受 脱胎完 老婆可能会觉得 我是不是不行 需要去做 那会更累 所以还要第二胎 对 所以她有变很胖 不觉得她有胖 但她自己觉得她有胖 我是觉得还好 还是她不能说 她不能听到你说她胖 也是 因为我们在交往初期 就是有过发生这样子 就可能我稍微说她风云一点 然后我就 就蛮惨 所以后来我都觉得说 不会 你现在看起来 状态非常的好 整体看起来那感觉是超棒的 有发生过很严重的争吵 因为韩国她还是比较熟 所以她那个时候其实有跟我讲就是说 她想回韩国生 我最近一直在忙着拍戏嘛 你在拍的时候你很安心一下 再一个我不知道要过期 我现在连去重办护照时间都没有 你如果要回韩国生 那我要看小朋友重办 她觉得有妈妈陪伴 来讲会更安心一些 那我听到这样我就觉得 那是我努力不够 因为我没有让你更安心 那我就要加强 医院我早 月中我早 经过了我的努力之后 她就觉得 好 在台湾省 那发你那个新房 也是为了结婚 完美吗 那是 也不是 疫情当中我都住在内湖 对啊 然后内湖 我那房子其实很小 因为只有一房一厅 我已经闷到我 我快不行了 再下去 我想我这辈子 那就是孤独中好 后来我才决定出来结婚住 同时我决定 我要把那个房子卖 所以今天是登进你的名字 登进我的名字 因为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就买了 但是我们现在有计划 要再买一间 再买一间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学区房 赶不上通宏的速度啦 所以变成说 你现在可能要更努力去工作 今天早上起来 老婆肚子忽然很痛 然后就先 没想那么多 就想要直接去医院这样子 很快速的 我就看到小孩子 然后 爸爸也很平安 I'm your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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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迪2 Mars23 当爸超激动 你孙子来了保佑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时间 我发现 哇 我可以赶的过来 8月27号 早上大太阳 中午暴雨 歌手 Mars23 心情也是一场龙卷风啊 原定当天签名会 早上老婆却剖腹缠子 他硬是手刀赶场 講話幾乎要哭出來 就是早上就看到 就是太陽很大 然後很多人站在太陽 然後我覺得 我一定要完成這件事情 欸 沒哭啊 對我來說這已經是哭出來了 太多情緒 然後一次湧上來 然後我也覺得很感動 也讓我想到了 回想到我爸媽 然後各種 對 很複雜 這首歌叫做希望你回來 Goodbye Trash樂團主唱本名林志榮 綽號阿葉一名MARS23 他是已故藝人安迪的寶貝兒子 今天多了為人父的身份 也有想到安迪 我有叫他 我有叫他 欸 你生子出來了 欸 幫我看 顧他 照顧一下這樣子 對 保佑一下這樣 MARS23和老婆本安排29號去生 兒子卻強碰老爸27號簽名會問事 不但來得突然 剖腹過程也超快的呢 哇 快到 因為我沒有看時間 但我估計可能 就是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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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鐘 對 我還沒有反應過來 就我看 哇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一切到底是怎麼這樣 抱他的時候一直喊他 然後是 用一些很奇怪的語言 外型語言 音音啊啊這樣子 他蠻活潑的 他就是一直這樣動來動去 然後嘴巴 鼻子很有戲這樣 雖然第一天當爸 但他已經欲見欲爆 兒子會給他什麼難題啊 因為我也是處女座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我知道我要來上什麼課 因為處女座通常比較難搞一點啊 你的意思是父子都難搞是吧 來看看難搞的範例 有哭也不想跟你們講 對啊 那就是有哭 有功貴 功貴 我們的三立娛樂新聞報導 Celina生了 金庫寶寶費積水珠寶溫香 最新近況曝光 藝人Celina前陣子還挺著大運度 擔任田富珍演唱會嘉賓 當時笑說問過醫生 絕對不會突然生出來 不過七日突然發文透露 寶寶已經生出來了 但是有廢機水 還住了保溫香好幾天 Celina發文中透露 把媽媽嚇壞了 住了幾天保溫香的你 終於拿掉身上的管子 而好不容易拿掉身上的管子 Celina也說 看著你的小瘦 輕輕比著OK 好像真空與魚青 是你勇敢的戰績 我是2月14號結婚嘛 然後我3月13的時候 就是有植乳這樣 就是有放寶寶這樣子 對就放兩顆進去 然後結果就沒有成功嘛 所以我6月9號的時候 又再重新植乳一次 我現在要植乳第二次 就上一次失敗了嘛 然後為什麼這次要吃薯條呢 另外婷婷說呢就是 網路偏方 但是很多孕媽咪都說 很有效 就是你在植乳前跟植乳後 你吃那個麥當勞的薯條 而且不能去鹽 我以前都會去鹽 植乳的成功機率就很高 然後呢我也有請主公多多幫忙 拜託一定要成功 因為我第一次就是因為太興奮了 第一次我覺得一定會中 哪個帳成這樣怎麼可能不中 我還立刻隔天我就傳訊息給我公關 我說你看我兄弟變好大 他說哇真的欸 公關 就女公關 我想說公公 公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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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飛喔 哈哈哈哈 剧情突然走遍 哈哈哈哈 太平派了吧 登登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神祕的小卡 它是有聲音的喔 嗨嗨嗨嗨嗨嗨嗨 是的沒錯 我懷孕了 耶~~~ 欸 我現在 你講公寫奇怪 確實有點失聲失望 因為我們是人工的 所以是他先去小房間 之後再跟我的那個卵子做結合 我是2月14號結婚 然後我3月13的時候 就是有植入 就是有放寶寶 對就放兩顆進去 結果就沒有成功 所以我6月9號的時候又再重新植入一次 我現在要植入第二次 就上一次失敗了 然後為什麼這次要吃薯條呢 因為婷婷說呢 就是網路偏方 但是很多孕媽咪都說 很有效 就是你在植入前跟植入後 你吃那個麥當勞的薯條 而且不能去耶 我以前都會去耶 植入的成功機率就很高 然後呢 我也有請主公多多幫忙 拜託一定要成功 不要再失敗了 是不是像癢癢 一直在呼喊她 有沒有看到她跑出來 有 跑出來這就是狼狗 有好小 好像一張米粒 管子開始要往外收 然後她都在裡面 然後管子一直收 對啊 做出來管子進去實驗室 會有纖維劑 再確認一次 確認都OK 該給我們人生回報 OK 好等一下留照片給妳喔 謝謝 以前那個什麼佛家說 得人生不容易是真的 因為可能我現在前一兩個月都很OK 但是可能後面又發生什麼 所以媽媽在懷孕的過程中就是 很多事情需要擔心 對啊 等於是每一次檢查都是 對 都是一個 沒關係 驚喜或驚嚇 我們就是放鬆 對放鬆心情 不要壓力太大 我上次就是壓力太大 所以就失敗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是放快心 好 哈囉 哈囉 我們記錄一下 今天是 指路後的 第三天 對第三天 其實也沒什麼好記得 因為我好像也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硬要講的話 就是妳看一下 三天的印記 因為妳知道體溫變高 這是蚊子釘嗎 對 然後就變這樣子了 My God 蚊子重的 對除了這個之外呢 好像食量有變大一點點 然後 就是那個荷爾蒙的關係嘛 所以下巴會長一些小痘痘 但是 其他的話好像就還好 沒有什麼不舒服 還好 現在有一點點脹奶 一點脹奶 好 那我們就繼續記錄下去吧 好喔 明天 要知道結果了耶 對啊 好煩喔 如果這次再沒有中 我就要休息了 因為 太累了 女生求子的過程 真的很辛苦 我有下載那個月經APP 然後月經的話 應該是 她就講說 妳月經是慢三天來 所以妳已經有慢了 妳也慢嗎 就是正常如果說 那有機會耶 可是我有點忘記 我上一次是 妳的都準嗎 我時間是蠻準的 但是 我有點忘記我上一次是 植入之後是有慢來還是什麼 那以妳的第六感 妳覺得有中嗎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懷孕前期 其實我們都覺得有耶 我跟一婷都覺得有耶 好 那就看妳們準不準 明天見真獎 見真章 好啦就希望明天 很期待明天了 可以是好消息 對 希望我們可以當阿姨 好的 好 我要恭喜妳的懷孕 耶 妳看 妳不知道 妳不知道嗎 真的懷孕指數是 大於5就是懷孕 妳這樣很好 是841 大於5嗎 5變841 很OK的差 對 就是左床的非常非常的穩定 這樣的意思 相對是穩定的 通常一兩百以上 對我們來說都是相對的穩定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所以後面就是整個寶寶成長的過程 這樣子 但是前面其實都是一個點啦 到7月28號之後 開始看得到人形 有點小花生米的感覺 其實他長得很快 你看他7月28才這樣 小小的對不對 到了8月8號直接變這樣子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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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現在他 在我肚子裡面 是三個多月對不對 他其實也才一顆水蜜桃大小而已 他其實也才一顆水蜜桃大小而已 用3D就可以看到他孤獨的背影 孤獨的背影 好好笑 好可愛喔 喔 真的耶 這就很孤獨啊 他好孤獨 哈哈哈哈哈哈 孤獨的背影 怎麼那麼好笑 好明顯喔 寶寶成長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 想像這個是紀錄啊 就把它留著 通常人家說只有第一胎的時候會這樣 第二胎就不會了 就會第二胎 就直接懶得收集 第二胎常常會感受到一些 不公平 不公平 因為我第一次就是因為太興奮 第一次我覺得一定會中 哪装成這樣怎麼可能不中 我還立刻隔天我就傳訊息給我公塊 我說你看我收音變好大 他說哇真的耶 公關 就女公關 我想說公公 我傳給你公公 怎麼可能 我說我太白了 哈哈哈哈 劇情突然走遍 哈哈哈哈 太平態了吧 我們剛剛兩個人對看 我說蛤 公關 對不起我傳給你公關 他說真的還好誇張喔 然後我就想說一定是中了嘛 結果沒有 所以第二次因為沒有障難 只是下巴就開始 我6月9號直路 6月13號就開始爛臉了 因為我當時動軟的時候 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那可能就是 因為打針吃藥 跟有沒有懷孕應該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是抱持著沒有 失望 就是告訴自己說 應該沒有應該沒有 就醫生一講 有時候 那個心情你知道從地板 然後這樣 直接這樣衝高 很開心 然後哥哥就是非常的單寧 哥哥唯一開心的就是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他說那這樣我是不是就有那個 跟孕婦停車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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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可以停車了 對然後 你知道我們三個月之後對不對 8月8號那一天 我們去領了那個媽媽手冊 然後呢 他就說 欸停車卡是在哪一本 很care停車卡 撕下來之後呢 他也跟我們講說 抱好護背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只是想要 孕婦停車卡 好過分的人喔 我都很開心啊 對啊 身體健康他開心就好了 對啊 小朋友有就是順其自然 就算失敗想要的話 就繼續努力就好 對啊 不用給對方那麼大的壓力 好啦 感恩 第一次的那個失敗就是我 之前的那個軟 可能品質不是那麼的好 可能我當時就是沒有認真養軟 所以取了11顆 所以11顆之後跟他做結合 剩5顆 然後剩完5顆之後 再去做PGS 剩2顆 但是那2顆都是鑲嵌型的 就是比較不健康的軟子 就是受精卵 所以他放進去之後 他就沒有長大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做主功課 就是該吃的藥 該遵照醫生的 只是什麼泡腳 每天泡腳什麼的各種 就是有運動啊 做深蹲什麼 該做的都做了 對 然後連民間偏方也信了 就是我的直播小幫手 因為他也是前面失敗蠻多次 他就想說 熊熊跟你說 你明天要去植肉對不對 你一定 要去吃麥當勞薯條 而且不可以去鹽喔 可能小朋友都喜歡吃薯條吧 沒有小孩不愛吃薯條對吧 對不對 他可能一吃到這樣 天啊 待在這裡就會有薯條吃嗎 他就留著 我們這一段沒有拿麥當勞的錢 沒有 純屬民間性 純屬你們自己上網查 真的真的 所以就該用的什麼拜神啊 連我那個小幫手還去日本 神室還拜那個什麼好運啊 什麼反正一堆啦 對 然後好險成功懷上了 那在就是去開始之前有沒有 其實心裡有預設說 大概要做幾次才會成功 一生一講失敗呢 我就在猶豫說我到底要不要再做第二次 然後那個公關就跟我說再說服我說 那你再做一次如果再失敗 那我們再休息 那如果是你那時候覺得說 失敗幾次是你可以容忍的範圍 還是你覺得沒差 因為我幫我心裡面默默祈禱 說拜託 讓我的老婆可以華益成功 就是順其自然 是你壓力比較大 因為他那時候在養身體的時候 就是吃很多補品 然後內分泌又失調 對 然後就長兜兜 就心情不好 所以其實那不是吃補品 那是打針 就打針 然後吃黃體素 就是各種 所以他會影響我的荷爾蒙 然後我的體質又比較敏感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跟爛臉搏鬥 然後就覺得喔好煩喔 我想說天哪 又要再重來一次 又要再爛一次 對 所以你沒有什麼 覺得怎麼樣就對了 你很冷漠 你都不在乎我嗎 就每天聽你在那邊 好可怕 我剛剛那個勤勒動滿耶 對 每天聽你在那邊講痘痘 就覺得很痛苦 我這樣有情勒嗎 這樣還好吧 喔 沒有嗎 沒有嗎 你剛剛就直接 你們都不懂女人的心 你們不懂 媽媽現在情緒是很敏感的 喔對 她現在懷孕了不能惹她 對啊 你們不要惹我 因為我知道 她想要小孩 就鼓勵她就好 反正長兜兜還是會好的 真的沒關係 對啦 她那時候其實她講一句 很感動的話 因為第一次我動軟是 只有我一個人 那時候我單身嘛 她就說第一次動軟是 就是你自己啊 然後她說那這一次就是老公都有陪你這樣 對 所以很感謝她 對啊 她說如果我們真的自己生不掉 或是領養也沒關係 就哥哥是很開放的 所以我就覺得 喔 那我好像壓力沒那麼大 然後她 你那時候是不是還講說 真的沒有生也沒差 反正她還有弟弟 她弟會生啊 推給弟弟 其實 她沒有一定要有小孩 就是哥哥沒有這種人生清淡 她是配合我 所以我就覺得 是我自己會給自己的壓力比較大 對 那哥哥他其實是完全不會給我壓力 他就是很free這樣子 那整個過程中 你所說覺得最辛苦 跟困難的地方是 我覺得就是打針 打針跟吃藥很辛苦 所以妳說長痘痘 喔對啊 打針吃藥所以長痘痘啊 自己個人是非常care這個 我就覺得喔 每天心情都很差 但是我每次問他 他都會說很漂亮這樣 那現在有覺得有準爸爸準媽媽的心情嗎 因為肚子還沒有大 因為我現在都沒有那個孕度的感覺 所以我有時候早上起來 然後看鏡子 我想說很不像懷孕 然後我會很擔心你知道嗎 我就會很怕 她就是停止生長了或是什麼的 你知道我都會有這種 媽媽都會有這種很焦慮 所以我現在比較多的是比較多焦慮 喜悅就是當下那一刹那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就是都是焦慮焦慮 但很幸運啦 我這一次因為寶寶卵子受精卵很健康 所以就是希望一切都可以非常的順利 希望寶寶可以健康成長 然後可以在明年二月的時候 順利出生 這樣 那個哥哥 沒有 他只會一直覺得每天有一個人說 欸我是孕婦欸 他說又孕婦成神 沒有你不是有想像說你 如果小孩生出來之後 你會生活很辛苦嗎 現在也沒有很 哈哈哈 講到現在真的很輕鬆 現在很輕鬆一樣 現在很辛苦嗎 蛤 現在很辛苦嗎 還 還好啊 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們家三個 我還有哈魯跟哈朱 都需要爸爸的照顧 然後他就想說 喔小孩生出來之後 又多了一個他要照顧 他感覺他要照顧好多人 但是你痛病快樂著 我覺得是甜蜜的負擔 好OK就是這樣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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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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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希望你給了吉他 我們這段時間也非常 謝謝你一起照顧我 非常地辛苦 我愛你 怪我是我的歌 太感人了吧 蛤 蛤 蛤 什麼意思 然後我想要當那個 就算跟你吵架 可是還是一直緊緊牽著你的手 不會放掉的 你願意嫁給我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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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有嗎 有有有有 你們有準備給你們 禮物啊 真的假的啦 這樣很抱歉 沒有這裡不要過來講 他真的過來講 他抱你共同來 走走走 快點 什麼時候拍打 跟今天穿著一模一樣 大根天 大根天 大根天小小的驚喜 可是因為 我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以前就為了辦法 找到一個空間 跟時間點錄影的 我現在偷偷懂了 遺物解釋 哈哈哈哈 我就想要 希望可以祝您生日快樂 然後希望可以很健康 祝您的工作 還有你的酒吧 都可以賺錢 生意到好的作品 好的本能幫助你 然後也希望可以 一直都很健康 這段時間也非常欣賞 一起照顧我 非常的辛苦 I love you 啊小哥 我希望你 希望你 好好加油 然後 未來的日子 越來越好 我們都很健康 為什麼是我的哥 太感人了吧 啊 啊 啊 什麼意思 嗨 這是妞妞 我是黃向琴 啊 我的人生有一個 我最好的朋友 啊 認識快十十年 他開心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他難過的時候 我就很難過 他很努力的時候 我就很希望 他一定要成功 那個就是黃沙河 一直也覺得他值得最好的 這個最好的就是千難 所以希望可以結婚 可以在一起 可以幸福 然後可以一起 喔 更棒的 人生實感 掰 大家好 姐大 首先要先說聲保證 好 因為那天聽到 常會說 要把你們這麼深深的 結果都解 但我實在 剛好在高雄拍攝 味道的東西 所以沒辦法感到 不過說真的 看你們從上一頁 一路走到現在 都感覺 真的認識很不容易 緣分也很妙 那 希望你們真的可以 一路走到 幸福 開心 好 在這邊祝福你們 那也祝福上一盒 求你成功 好 姐大 待會回來再見面 一路二零一年 然後二零一年 然後二零一年 參加你的B.S.T. 還下子 今年年二年 五二三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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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從多功 到有世界觀 現在 你 不要自己如意 希望你能夠 更加的幸福快樂 好了 開始了 好了 我們期待現在的 能源已經開始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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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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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你 希望 你 希望 你 希望 我們 我們最希望 最希望的就是 可以很幸福 很幸福 我 一定要幸福 甚麼 人 神明 爸爸在這裏 幸福你 祕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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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照顧你 明明緣緣 可以愛你 希望你這兩分 你可以很快 不要讓爸爸懶惰 爸爸在這裡 也要照顧你 可以照顧你 錢要給我智力 要幸福 要幸福 爸爸照顧你 媽媽 三位主持人 然後 自己的成功 首先呢 我們開心上的叔叔 跟我們成為一家人 謝謝你在媽媽身邊 陪伴他 然後我想說 雖然我們不是在媽媽身邊長大 可是在我們成長 過程中 我們都是對大家很愛著 所以當然希望媽媽在 過去度過 那些辛苦 難過的時間後 一落的日子只會 只會 只會越來越幸福 然後之後要說 媽媽 我很愛你 你們要很幸福 他其實 愛你 你是誰 你們的計畫 是在幾歲做這件事情 二十 二十 二十會不會太早 沒有二十就開始期待 自己可以碰到這個人 我將來也嘟嘟等了二十年 讓我等了二十年 哇 然後現在你要做這件事情 我現在心跳好快 真的 因為這個這樣放著就很有畫面 好快 什麼啊 今天就算一個紀錄了 對啊 希望你會喜歡 哈哈哈哈 我 無話可說 唯一遺憾 脫醉皆是過頭 你留下什麼 我自私抓住想念的所有 連做夢流盡我 不停照片了街頭 上河你今天怎麼在這 來畫畫 畫畫 你想畫點什麼 主要是 一直有說要跟娜娜一起來畫畫 真的 但 還是自己先來 想說不知道送什麼 送這個的感覺比較有意義的東西 中心天暗 為什麼會想選擇 用羅馬 當這次的背景 主要這個是一個 我跟娜娜都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但我記得娜娜曾經有跟我說過 然後他很希望 這輩子如果有人要跟他求婚的話 他最希望的地方就是在羅馬 但obviously 我們沒有辦法過去 時間上的問題 對 他們希望街友的無法 可以讓我們放在那邊 咦 像河 你畫了一個愛心在這邊 那為什麼中間會空的這個點在這裡呢 老實希望這個型的最後一部分 可以交給娜娜 讓我們完成一顆心 希望你會喜歡 好好的 在高雄嗎 不是在高雄嗎 我們今天 不可以自己過來 拿這個畫給你畫 來 上畫瓶快點 上畫瓶 來,鼓掌鼓掌鼓掌 感謝某哥 沒有 好,拿到那個地方 重點是 N3的花筒搞定了 來,來 我拿的 來,來 你們的媽點在哪 為什麼會有媽點 我們有媽點 我們有媽點 不好意思 2點多 2點多 我可以站的 回到 天啊 天啊 嗯 我知道我們從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我們是來自很不同的家庭 還有背景 然後我們有很多次 吵架 也知道彼此有很多 跟原本自己想像中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你讓我發現 其實擁有一個家庭很簡單 他只要一個人很在意 另外一個人 不一定 會永遠都是快樂的 可是只要可以跟他在一起牽的時候 問題就頭可以剪皮 我不會是 永遠不會跟你吵架的 但我想要當那個 就算跟你吵架 可是還是一直緊緊牽著你的時候 不會放掉的 你願意嫁給我嗎 哇 哇 你要不是我不好 哈哈哈哈 對啦 哇 哇 不要動 耶 哇 哇 不是我的尺寸喔 不知道他們跳的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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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白哥报报楼君硕焦凡凡稳交七年求婚成功 五奸情团圆只有他开花结果 所以你要结婚了吗 先暖身 当然是没有啊 也不过才17天前去吃KID的喜酒 楼君硕和爱情长跑七年的女友焦凡凡一起去见习婚礼 小两口接着飞马尔蒂夫度假 这么suddenly就forever了 南方还发表七年等于2555天 等于tillforever新歌见证奸情 两人安全稳交的新建与足迹都记录在交返凡的YT频道里 我不想你啊 我在哪里想你 我才出去不到一个小时 她动鼻中隔手术时楼全程陪伴 平凡的浪漫令人动容啊 可可她已经是未恢复的身份了 粉丝可以死吃了 相信女生会是你啊 回首一年 小姐你好像捶错人了 陈琳九差点结婚但没结 可不可以分手 是啊是啊 她和呼呼爱情长跑整整十年 突然此路不通就分道扬镳 现在恋爱跟你工作的比重是多少 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可能是80 20 真的啊 工作到80 恋爱80 没有哈哈哈 团长邱峰泽也憧憬陈佳 曾和旗下艺人才子有过一段恋曲 我知道你忘了有我一直在这 从未回头 但今传才子花式劈腿 邱峰泽自是头也不回的把她放下了 为什么不按我赞 马上按起来 不好意思 我一夕之间把她鼓起来 我全部的一夕之间 我最爱不赞了 你也直接 至于黄伟静和赖燕局者组 艾斯逼的小淘气 他只要回了一句话 我立刻爆炸 外传小赖为了伟静 秒岸公言修赞 不理自己 两人渐行渐远 但已破冰咯 你要先打赢我 打赢你 至于他们各自的情史 目前是茶无此人 纵观五间情团圆 楼君硕最晚加入 年纪最轻最早结婚呢 感谢五百五十五天 我是真的无怀无怨 比起仙强天堂无险 感谢五百五十五天 I from town forever 三里娱乐新闻 恭喜恭喜报导 三里娱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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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大家一起跟你 跟你们一起倒数 好啊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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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跟羅菲不太一樣 是本人是有結婚的打算 但羅菲是沒有 羅菲是意外 然後我是覺得有 一步一步在規劃中進行的 當時在拍的時候講那個拍詞 就還沒有想那麼多 對 剛剛他每一句都是自打嘴巴的拍詞 你是本來也就有想說要 這個年紀就結婚 還是說覺得是遇到對的人 覺得是遇到對的人 他被搶走 對 好開心喔 要啊 要 真的喔 什麼時候 還在 你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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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 這樣 這不是什麼時候拍的嗎 去年 生日 生日 那那時候跟 女朋友有想好要求婚嗎 一直 沒有 沒有 那今年是什麼念頭讓你覺得要求婚嗎 嗯 我覺得 也 跟羅菲不太一樣 是 本人 是有結婚的打算 但羅菲是沒有 羅菲是意外 然後我是 覺得有 一步一步在規劃中進行的 當時在拍的時候講那個台詞 就還沒有想那麼多了 對 剛剛他每一句都是自打嘴巴的本事 對 那你們在討論婚紗這個 會有意見不合的時候嗎 因為目前才剛開始 所以 都還在 一切都還在討論 那婚禮呢 順利的話是明年 分記的部分 跟彥克玩在登記 他們會 說有寶寶啊 會不會懷疑 事心 很多人會懷疑 因為先有才求 但我是沒有 你是本來也就有想說 這個年紀就結婚 還是說 覺得遇到對的人 你覺得遇到對的 他被搶走 對 好感人喔 這還是希望 就是彥克玩在 那個下一代的位置 對 你會不會有小孩吧 小孩這部分呢 我跟Summer是 是 是比較 一致的想法 啊 啊 幹嘛啊 啊 啊 先幫婚禮 先幫你唱過來 先讓我們先準備一下 對啊 因為沒有想過 也許它是同一場 啊 也太忙了吧 龐白哥抱抱 蕭敬騰婚後 手亮相放閃 沒極限生小孩的事 和老婆想法一致 原本是不是那個 器材跟行李都沒有到 你是真的 還要淡定嗎 你先出去好 是老蕭發片記者會帶著新婚的喜氣 藏愛十六年終於公開 當然要好好聊一下 我們去到了那邊 真的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做專輯 林立老師這邊 她聽到我們要去 為什麼不順便拍一下呢 這個怎麼叫婚紗 才一套怎麼叫婚紗 最起碼也是六套起跳 哇 疑似感的事情 真的就是必須要做的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婚禮的時候 對 明年吧 大家去那裡 很早就來問 明年可以考慮過 先辦婚禮 先辦演唱會 先辦演唱會 對啊我們沒有想過 也許它是同一場 也太忙了吧 你會不會已經有小孩了 小孩這部分呢 我跟Summer是 是比較一致的想法 這個我們下次 但那個專訪的時候再聊 是有專訪嗎 你怎麼忍得住啊 就是你知道 你最愛的女生 最愛的經紀人 最愛的女人 你人生的目的就是她了 對 她在你旁邊耶 早就已經 已經 在我們彼此心中 我們早就都已經到達 不需要追求 我們已經沒有所謂 什麼事情要追求 她不希望 她把我鎖住了 哦 她更希望我去看看這個事情 她不想綁住我的意思 其實我現在更希望 她就是我老婆 不是不工作 而是慢慢放掉 慢慢放給她信任的人去做 我經常跟她很放心 剛才在採訪的時候 我就要笑一下 因為她在下面 她會很嚴肅 她怕我也一不小心 可能說錯話啊 或者怎麼樣 狀態不好 她人就會講 她不是在身我氣 她是很認真 她不能有任何差數 認真 她出來 欸 打好了 還是我要打了 我要打了 開起來 我要打了 1 2 一定要是有表情嗎 突然打好了 為什麼講到這個 為什麼講到這個 真的怎麼了 是怎麼樣都會怎麼了 你這樣跟這樣子 都會差 哦 take easy take easy 你是看到Summer姐 一看到她 就決定把這個女人 要取下來的 什麼東西 是一見終始嗎 還是日久生期 我對Summer 可能 就是我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覺得她超正 哦 最專輯的哪一首歌 就能帶轉你現在的狀態 哪一首歌叫做 在無名止 有你的名字 哦 三立娛樂新聞我全程戴墨鏡啊 報導 三立新聞網的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乃哥 吳徐乃琳 小S 我是吳瓜 我是波比天后王彩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吳宗倩 我是三立 我是阿如 我是麗菁 我是王靖 我是潘若迪 潘狼 大家好我是余祥 大家好我是柔柔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三立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龍年 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開心 開心 天天 天笑笑笑笑笑 心想死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越來越好 身體健康順順利利 都給你開心 都給你開心 都給你高興 都給你高興 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好運龍館來 新年快樂 而且希望大家都育笑得 何富龍館來 龍光寬風 好運龍中來 我的愛龍好運 祝大家好運龍中來 祝福大家天天開心天天快樂 欣欣向龍 生意興隆 龍飛鳳舞 像一條龍 你龍我龍 今年會紅 心肺健康 萬事如紅 全家可以和樂融融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龍行大運 生龍活虎 龍年行大運 恭喜發財 你想在三立看到我嗎 不是 今年有可能 我比喲 愛你喲 讚啦 我會是 一堆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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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